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胡德明年夏天,将会彻底变成自由球员,也就是说骑士给了胡德两条路,要么接受340万的资质报价,要么接受三年2100万美元的合同,因为胡德说的条件跟骑士配出的报价不对等,所以二者谈判陷入了僵局,胡德在上赛季的中期加入骑士,来骑士之前他为权势,出战了39场常规赛 场均上场27.8分钟可以得到16.8分2.8篮板,来骑士之后的胡德场均上场时间和得分重降,为骑士出战21场常规赛,场均得到10.8分2.6篮板,要说胡德的能力还是有的,但是有时候他的态度缺乏职业性, 记忆犹新的是,上赛季季后赛的垃圾时间胡德直接拒绝出场,这一行为让骑士众球员极为不满,而泰伦罗为了惩罚他,直接让他坐穿板凳,连上场时间都不给你了,看你怎么办? 对于胡德这一行为,当时很多球迷在赛后也给予理解,毕竟上一年是胡德的合同年,他着急上场表现,为自己争取大合同确实没错,但是方法没用对啊,这种事情你只能抢下和骑士教练,组沟通,你在场上众目睽睽之下,给谁难看呢? 不过说起来,胡德也是够可怜的,之前在绝世的他表现得非常全面,而绝世也为其开出了四年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大合同想留住他,但是他心比天高直接拒绝,四年七千五百万呢,平均一下一年也得一千八百七十五万美元,对比一下,现在自己想要个九百万的年薪都没人要,你输着照谁说理去 总的来说,胡德这纯粹是自作自受,房间传言,想正前你就跟詹姆斯当队友,你看机会给你了,你却把握不住,跟詹姆斯当了半年队友,身价到神掉了九百万,在这一点你就不如JR和TT,真的太坎了 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,詹姆斯走后现在的骑士属于半重建期,如果胡德和骑士续约一年,抓住机会,校年好好表现,来年整个大合同也未尝不可 好,谢谢你